看到大殿中再无他人 陈阵从袖中摸出了画轴 起立展开 以身做画家 将画正对着开明王悬挂 开明王看得真切 目瞪口呆 好半天 方才回过神来 扑通一声跪地 手浮华面是泪流满面 鱼不成声 苍天哪 是 是我的恐惧爱妃呀 苍天哪 开明王好哭了一阵 抖得抢过那话 揉去眼泪 细细审去 大惊道 上仙 爱妃她 这是在哭啊 看她的脚 怎会有条锁链呢 陈诊 吟出了一声一阳顿醋 富有悦感的长探 捋了一把长长的雪白假胡子 语气沉重道 说来话就长了 那女子一见小仙 涕泪连连 向小仙 哭诉 身世 说 她本是 龙山山神之女 脱身孔雀 大王年轻的时候 有次打龙山经过时 她刚巧从大王头顶飞过 想是大王威仪不凡 孔雀在大王头顶盘旋 一路尾随大王 越看越爱慕 真正是一见钟情啊 后来大王离开龙山 孔雀求告山神父亲 成全她的心愿 山神死活不肯 无奈之下 孔雀哭求其母 其母指此一女 只好含泪说出实情 非你父不成全你 是你不能嫁给蜀王啊 她问阴游 其母说 你是龙山之精 非龙山水土滋养 不可活也 孔雀闻言伤悲 自此得下相思病 山神用尽办法 其病不轻反重 眼见孔雀奄奄一息 山神值得成全 施法让她变身人间少女 派树林护送她至成都 要她起事 她必须在一年之内 回归龙山 若是不回 她就会生病 渴死他相 再也回不到龙山了 孔雀一一应允 后来诸事 大王也都晓得了 与大乌柱所言相比 陈枕讲出的孔雀王妃 前身故事 更是有鼻子有眼 切尽情理 开明王越听越信服 悲从爱中来啊 孔雀呀 我的爱妃呀 她一声接一声 哭了个稀里哗啦 陈枕任她悲哭了一阵子 捣住了正题 大王啊 你可想知晓孔雀王妃 现在何处 阴和剃气 脚上阴和有炼吗 一语惊醒了开明王 卢子猛地止住了嚎头 含泪急问 上仙快将 孔雀王妃先侍后 一缕青魂离开肉身 鸟鸟升空 镜头笼山 行至白龙水 王妃口渴 玉淫水河中 不料撞到白龙水怪 那怪贪他貌美 强掠他身 求于 陈阵再次顿住 轻轻摇了头 开明王急不可待 求于何处啦 就求在小仙作画处啊 附近有处深潭 潭下有个功成 白龙水怪 略他至此 日日威逼他成亲 可王妃心系大王 硬死不从啊 白龙水怪急切不得 就将他用铁链锁在潭边 使虾兵蟹将日夜看守 不许他擅走一步啊 开明王听了 顿足垂兄是嚎啕又哭了起来 我爹 我爹好爱飞啊 陈阵又火上浇油 大王啊 空雀王妃在那潭水里受苦受难 度日如年啊 无时不再想念大王啊 开明王擦了一把泪水 一把抓住了陈阵的胳膊 请问上线 可否记得那个处死了 记得 记得呀 小仙全都印在心里头呢 这就引本王前去 看本王 捣碎他的工程 活捉那怪 拨去他的皮 抽掉他的筋 哎呀好 倒是好啊 不过 不过什么 欲去此处 须得精油居地 可那居侯 开明王两眼一灯 朝鸡岸上猛震了一拳 什么居侯 他是本王所捧 本王欲去何处 看他敢说板个铺子 陈阵又摇了头 哎呀 大王有所不知啊 若在过去 大王借路 居侯不敢不从 但今日不成了 听老相父说 居侯为王位之事 对大王早有怨言 前几年 大王使人 前往龙山丹土 居侯非但不听命 反倒密结巴人 反攻大王 说到这儿 陈阵又压低了一些声音 这且不说 据小仙探知 那居侯 又与白龙水怪 结作了同盟了 白龙水怪 探知大王与王妃有恋情 恐惧大王前去扬救 托梦与居侯 要他万不可放大王过来 如若不然 就率 瞎兵 蟹将 冲毁他的王国 居侯一则害怕 二则也对大王不满 就与他定下了盟约了 家盟 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本王看在父王母后的面上 一再让你 你却得寸尽尺 吃里扒外 看本王 说到这 开明王朝鸡岸上又是一拳 朝外大喝 没人哪 殿下休云 相复博冠应声而入 开明王一字一顿 听诏 居侯家盟 吴氏王尊 暗结水怪 欺我爱妃 本王忍无可忍 从今日起 飞去家盟 居侯封号 其五丁十万 当平居地 营救爱妃 休于博冠 长吸了一口气 不无叹服地 看了一眼 陈枕 叩首于地 微臣 尊尊 尊 就在开明王 搬到 废掉了居侯的封号 其举国之兵 杀气腾腾地 杀向居地 营救王妃的时候 秦都 咸阳 一如既往 看不出一丝异常 咸阳人中 最失落的 莫过于公子昂 自陈枕走了之后 公子昂听其所言 更名为 魏章 几番烧信 求见紫云公主 均被拒着门外 无奈之下 公子昂只好前往 太傅府里 求见营钱 自陈枕走了之后 营钱耳聋日慎 人 也越发糊涂了 之前陈枕 曾经引见 他来过太傅府 照理说 已经是熟人了 但此时的老太傅 既听不清 他说什么 也记不起 他是何人 公子昂 网字解释半赏 最终苦笑一声 别过家仔 善善而去 回到府中 公子昂是思前想后 越想越觉得 失落和悲凉 变观秦境 没有一个 能够交流的人 作为魏国的降将 秦国大夫中 几乎没人瞧得起他 只有出力机 偶尔过来瞄他一眼 见面也是无话可说 秦王 思是把他给忘了 迄今仍旧 没有给他名分 众人 各有忙碌 只有他 一天到晚 无事可做 虽说有 陈枕留下的 后世底子 暂时不愁吃喝 但生性 喜欢热闹的他 竟然连个仇 也不能去杀 让他憋闷无比 有时难受至极 公子昂甚至想过 挥剑自尽呢 但偏又拾过境迁 血气尽尸 此时的他 尽管照样能够 把剑架到薄境上 却再也鼓不起 闭目一挥的勇气了 连续苦闷数日 公子昂在大街上 偶遇张仪 回府的车架 陡然想到了 陈枕所言 精神一提 尾随而去 小顺儿禀道 主公 魏张求见 张仪一争 魏张 此人 哎呀 就是那个草包将军啊 公子昂 在落水边 被咱的人逮住 没骨气降了 住在陈枕府上 先丢脸 改换了个名字 叫魏张了 张仪的眉头紧皱了起来 主公啊 想当年 就是此人失掉何夕的 咱家的灾难 他是个根 他这寻上门来 咱不能放过他 得好好修他一修 那你想如何修他呀 哎呀 只要主公点头即可 如何修他 小顺儿自有主张 少卖官子 说 小顺儿凑近了 压低了声音 主公 听说这人当年 娶妻紫云公主 何惜败欧 他不顾公主自个儿跑了 这一晨光他兵败投擒 才又想起公主 几番上门 欲重修就好 可公主连个门边 也没让他进 小顺儿想定了 就拿这事修他 看他的臭脸搁哪儿去 听到紫云公主四个字 张仪心里一喜 狠狠白了他一眼 朝他脑壳子上弹了一指 臭小子 净打这些歪主意 这颗脑袋不想要了 主公 主个屁 快去 王亲国戚驾到 上礼伺候 先请日课堂 主公这就更衣代课 见张仪 竟要更衣代课 小顺儿再也不敢僵嘴了 扎巴着几下舌头 一溜烟小跑出去了 张仪回到后堂 脱下朝服 换做贤装 快步走到客堂 公子昂攻身相迎 拱手依过 在下魏章 见过相国大人 张仪也回了意义 哎呀 张仪 见过安国军 公子昂 脸色战红 安国军 早已阵亡 在下乃落魄之人 魏章 张仪长叹了一声 轻轻点了点头 指了一下客席 哎呀 魏章兄 请 谢大人赐座 公子昂坐下 张仪也在主位坐定 小顺 针好了茶水 看到张仪示意 悄悄推了出去 张仪端过茶水 礼让道 魏兄 请茶 公子昂望着茶水 发出了一声长叹 观魏兄气色 似有心事 敢问魏兄 可有不才帮忙之初啊 谢大人厚爱 不瞒大人 在下此来 朕也是走投无路了 哦 张仪轻身 目露关切 公子昂也不磕头 将近日窘境 背戏陈树一地 目光阴切地 盯住了张仪 张仪笑出几声 哈哈哈哈 哎呀 是魏兄多虑了 就在昨日 楚礼兄 还向在下 讲起魏兄呢 哎 无用之人 不知挂齿了 哎 魏兄差矣 听楚礼兄所述 此番六国伐秦 旁涓几路骑兵 均丢窥卸甲 唯独魏兄所部 横扫何夕 打得无倾 连招架之力也没有了 纵观何夕之战 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 魏兄部署 军是无懈可击 若不是旁涓败北 魏兄必一举收复何夕 名垂青石矣 这是近日听到的唯一暖心话 而且出自明镇天下的鬼谷世子张仪之口 公子昂大事感动啊 拱手气道 白军之将 无负他言 谢相国大人安危 哎呀 非在下安危 魏兄可知啊 从宁秦到落水 魏兄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何以毫发无伤啊 落水冰桥上 二十壮士无不离难 何以独魏兄一人昂然独立 魏兄以一人之力挺枪杀入秦镇 左右冲突 秦人挡者死敌者伤 何以无一人加任于魏兄啊 魏兄拔剑殉国 舍身就义 何以又 实在下 听到初礼兄所言 一时分神 被秦人 非也 非也 据初礼兄所言 非魏兄一时分神 所有种种 皆因秦王有旨 伤魏兄者死 党魏兄者斩 哦 公子昂长息了一口气 魏兄可知秦王何以不欲魏兄殉国呀 他想羞辱在下 非也 非也 秦王下达辞职 原因有二 一是乡中魏兄的将才 这个你可以不信 二是魏兄本为秦氏国妻 大王实在不忍见他的包妹 年纪轻轻 就手刮终身 后面一句话 戳中了痛处了 公子昂低下头去 久久没有应声 北兄 不满大人 公子昂抬起头来 他已经是泪眼模糊了 不满大人 在下求过公主了 可他 他这个 OB21 这些 aid 阿 这也不能怪他 当初他是被作为筹码 嫁于魏兄的 并非出于本意 再说了 魏兄何悉战败 公主落于乱军之中 差点死于非命 在最关键陈光 魏兄未能失忆援手 他也心存怨气呀